在苏月华奉王思善之命完善失传的古朴时 他翻阅各地的菜品典籍 从中找到了这道川菜的代表菜 回锅肉 而这道菜亦是如此 起源于宋代豹肉 明代的油豹猪肉 已经完全具备回锅肉的基本特征 油豹猪 去熟肉细切块 投热油中爆香 以少酱油 酒椒 加花椒 葱 一盒生煮笋丝 焦白丝 同爆制 先在锅中烧热水加入五花肉 姜片 葱段 料酒 姜肉煮至断生 再将煮熟的肉切薄片 把蒜苗 红辣椒切断备用 锅中热油 加入五花肉 煸出油脂直微卷 再加入姜片 蒜片 豆瓣酱 蒜苗 生抽 老抽 最后加入红辣椒 食盐 味精 鸡精 即可出锅 一盘做好的回锅肉 色香味俱全 肉片红辣又人 肥而不腻 青蒜翠绿 香气入鼻 川菜源于属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别具特色 正好适合金盐厨 锅 正好适合金盐厨